大家好我是亚洲奇王 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收完盘之后 录这个盘后影音的节目 那也有很多投资朋友来关心曾老师 说怎么曾老师都没有录这个盘后的节目 其实事实上是这样 因为我每天四点半要录那个live的节目 亚洲奇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天曾老师因为操作的这个动作会比较多 所以我要整理一些资料 把这个资料整理好之后 在每天亚洲奇王 公开的告诉全国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一个动作 那再加上我要看一些外资他买卖超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这个时间上 曾老师其实每天录这个盘后影音的节目是大概在两点左右 这个时间上很赶 两点到四点半 这中间只剩两个半小时 那我要提前一个小时到这个录影的现场去准备一下 整理服装仪容 然后再把自己的这个资料消化一下 所以会造成说 在这个盘后影音的部分 曾老师真的是比较没有时间来跟这个投资朋友见面 那很感谢这个投资朋友对曾老师的关心 有这个写这个 讯息到曾老师的脸书询问的 很多关心的这个家族成员也好 或者是 虽然我不认识你的投资朋友 但是你有写信来的 在这边给你做一下说明 那今天的盘呢 今天盘真的很刺激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货 今天这个盘刺激在哪里 他出现了一个 各位你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上冲下洗盘 上冲下洗盘 那就指数的角度也好 就这个现货的角度来看也好 今天虽然是收小红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动 但是就操作指数的人来说 跟操作股票的人来说 他是截然不同的情况 怎么说勒 在操作股票的投资朋友 可能会看到今天你的股票可能 好像也没什么变动 可能在这个原点打 打转 没有什么涨跌 但是就指数的角度来说 哇今天真的是很有利可图喔 为什么我这样讲 其实指数勒 的操作 最主要是要掌握勒 当他在快速上涨 或快速下沙的 这波动的一个行情 如果你有个科学的方法 那么当指数在动的时候 这些波动的行情 不管是往上或往下 你都可以勒 很快速的 从中间勒 赚取到价差 那重点来了 很多人因为没有这个科学的观念勒 所以勒 没有科学的依据 科学的工具 也就是所谓的城市交易 所以你每天都是很盲目的 在凭感觉在猜测 那在今天行情里面 我讲真的啦 你怎么靠感觉去猜测这指数 我想你一定做不到的 而且这难度很高 那我们把这些复杂的 一些操作的逻辑 这些复杂的操作逻辑 我们的 全部都透过这个仙人植物实战系统来操作 各位今天如果有空看一下我节目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一套系统在早上15分钟指标 在这低档地区 他确实是站在多方 那当然我们也按照这样的一个依据 进场去做了几笔多单 四笔多单 这四笔多单其中有一笔赔两点 我在节目上也会清楚的交代 那今天行情它杀下来的过程当中 当然杀下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在多头格局当中 我说过了我不会去做棋子的空单 这个我在节目上讲过了 我们透过这个周选择权 在今天的操作里面 这一段下杀的行情 周选择权呢 我们做了两笔 都是8450卖权 明天结算的8450的周选择权卖权 这两笔做进去之后 当然 下杀的过程当中 这一段其实杀蛮深的 杀几点你知道吗 杀了大概八九十点 杀八九十点 我说了它是杀蛮深的 那我们的这个周选择权 因为买点切入 比较没有 在低档地区 在五六十点的地方切进去之后 那请会员在75点附近 全部获利下车 那两笔单加总 掌握到大概有四成以上的报酬 那这相当于几个 六根半的一个掌停板 所以说在这个多头航区里面 我要告诉你的是说 我目前的操作的节奏跟策略 棋子仍然以偏多操作为准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如果看我节目完 你就会发现 我们六月棋子换舱之后 这个8270的波段多单 不动如山 今天即便它震荡的这么剧烈 我们的这个30分钟指标 还是稳弱泰山 没有轻易的翻多或翻空 有翻多啦 翻多是在8270 没有轻易的去翻空 仍然持续站在多方 因此我对未来方向的一个看法 仍然是乐见其成 除非说这个我们的波段指标 它开始出现的卖出讯号 也开始翻空之后 我才会稍微 去看待这个行情 比较偏弱 转空 在这之前 我的口径绝对是一致的 我相信你每天有收看我节目 我每天都是喊多 我不会说因为这样行情 这样风吹草动一下 我就随便改变我的看法 那这样一个稳定的看法 也是来自于城市交易 那更重要是今天我上这个影音盘后的节目 是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有在收看我这个盘后影音的节目 那我要告诉这个全国的投资朋友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服务 对于投资者的服务 已经全面都提升了 全面都升级了 这个升级的内容代表什么意思 接下来投资朋友如果 你想要跟一位认真的分析师 每天一定出手动作 每天一定进场超盘的 我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就是除了你会拥有 曾老师每天的 即时的 一个切入点超盘的一个讯息之外 更重要是 我们会附赠 我们会将曾老师 目前所使用这套超盘武器 他叫仙人指路实战系统 一并 不但你会有讯息嘛 你还会一并拥有这个仙人指路系统 这个昨天我就公开 就在节目上告诉全国投资朋友 但是为了 让这个全国更多投资朋友了解这个消息 今天在这盘后的影音我再强调一次 现在开始 只要是我们家族成员 第一个你会拥有曾老师每天进场出场的一个超盘的一个讯息之外 再来第二线事情 你会拥有这个仙人指路的实战系统 那为什么要拥有这一套系统 因为 曾老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全国投资朋友 怎么说勒 除了每天我们的操作讯息给你鱼吃外 给你鱼吃之外 更重要是我们要把这一套钓具 附赠给你 让你去学会说去怎么样抓鱼 怎么样去钓鱼 那当然我说过了 在我们这套系统里面跟其他系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我们多了很多其他系统 做不到事情 比如说我说了在5月16号那天这个趋势盘的行情里面 我们这一套仙人指路系统里面有个加码功能 遇到一次这样一个大行情 肯定是物超所值 那这样的大行情你说未来会不会发生 那肯定会发生的嘛 而且他每个月至少我说了至少会出现一到三次 不可能天天盘整 当然也不可能天天有大行情 但是我们取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值 一个月里面 会出现一到三次 空间区间比较大的一个行情 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很正常的 他不可能每天都很黏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这套系统给你的用意是在于 第一个除了要让你看方向 就看30分钟波段指标了解现在这个整个台股的局势 到底是比较偏多还是偏空之外 这了解方向很重要嘛 你方向都搞不清楚你怎么操作指数 每天胡乱拆 那猜对了咧 就小赚 猜错了咧 就凹单 所以很多人会赔大钱都是因为猜错凹单嘛 那这套系统他绝对会客观的告诉你 现在适合做多来做空 而且在大行情的时候我说了 透过这个加码功能 可以让你的这个绩效 还有获利 至少是其他系统的两到三倍 所以务必的请投资朋友 好好去想想看 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真的 曾老师真的是很苦口婆心 很用心良苦的想帮助投资朋友 也务必请投资朋友来善加利用这样的时间 那未来的这个盘后影音的节目 我会看情况 就是说如果 我的资料准备的比较早准备完的话 一个礼拜可能 可以上来录个两到三次 不见得会天天来录 这一点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各位说清楚一下 因为这个曾老师的时间实在太逼迫了 太逼迫了 所以 一个礼拜下来的话 如果时间比较宽裕的情况之下 曾老师的资料准备比较 早准备完的话 可能会上来录个两三次 那这边 不变之处跟投资朋友说一下 也感谢这个所有支持曾老师的投资朋友 那下次我们有空见了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制服投资风险 对吗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